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日威的毒辣计划与叛徒的出卖 怕他的战士们将何去何从 说你投降啊 现在不杀你了 还会给你活做 杨立宇讲我是中国人 创列牺牲后 被割头抛腹的他 因何令日军震撼 最后得出的结论 说这里面只有免训和操控 天涯共此时 抗战名将系列节目 为您讲述传奇将军杨敬宇的故事 现在您看到的是一张日军侵华期间 为了展示其辉煌战果而拍摄的照片 也是抗日英雄杨敬宇留给我们最后的身影 这个曾一度让日本关东军文风丧胆 并且重金悬赏缉拿的抗日名将 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军事指挥才能卓著的他 最终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 精良的武器装备 统一的作战民服 这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战场的标准配置 这是号称是东亚最精锐的日军部队 连日来不得不在中国东北的深山老林里 执行一项又苦又累 名为壁书山林的新行动 壁指的是女人梳头用的壁子 壁尺之间缝隙整齐细密 壁书山林战术就是要像用壁子梳头一样 将讨伐地区梳理一遍 从而把活动于深山密林中的心腹大患梳理出来 一网打尽 这个心腹大患就是一直与他们抗争的杨敬宇 和他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 面对日军的新战术 为了保存实力 杨敬宇将部队化整为零 整个部队分散于茫茫雪海中 小妙地从前来讨拔的日军缝隙中穿插出去 杨敬宇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历时就须 率领抗连战士打得日军心惊胆颤 有效地牵制了墙壁 当年日军称他为为满治安之癌 对他是恨之入骨 为什么当时这么恨他 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就是除掉他 为什么把他叫做治安之癌呢 他们是从治安的角度来受杨敬宇 但是从咱们的角度咱们得承认杨敬宇当时是捍卫民族的尊严 当时的维满洲国的打击确实是有震撼性的 咱就说一个数字 这是维满的资料里显示的 1936年 就日本统治下的维满的大安资料记载 就这一年仅通化一代被杨敬宇袭扰是1263次 到了丹东那一代是5549次 就从这些数字我们就看出 他对这个当时日委当局的这个威胁太大 日本人以及日本人管辖家的一些汉奸们吧 确实是恨透他了 因为杨敬宇当年是一面旗帜 因为这个杨敬宇在这个东北名声很大 你中共产党当年讲这个东北抗日这个英雄在延安时候 把杨敬宇就排第一名 因为什么他第一路军名声最大 他这个第一路军活动的地点呢 恰恰是南满 南满恰恰来讲呢 他又是最威胁日本的这个统治这个中心的地带 因此他把他称为东北治安治癌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除掉 甚至日本还提出一个方法 就争取其为我服务 就想方设法招详的 当这首民谣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开始传出 这首民谣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开始传出 在这首民谣上的时候 杨敬宇已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 918事变爆发之后 日本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维满洲国 企图达到控制中国东北 继而灭亡中国的目的 反而国人唯当努力迈进 以谋建设的施定 不愿沦为王国奴的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 投身于抗日的洪流 其中就包括杨敬宇 杨敬宇原名马尚德 小名马继生 由于前期革命危险重重 为了不连累家里人 他改名为杨敬宇 此外他还用过张冠一 乃超等名 和他的指挥才能相应称的 是他一米九三的身高 魁梧的身材 曾领导的河南雀山起义的杨敬宇 突出的军事能力 让他在当时显得尤为亮眼 在中国共产党 坚决抗日思想的指导下 1932年11月 27岁的杨敬宇奉 中共满洲省委之命 化妆成一个山货商人 来到东北 准备领导当地游击队 对日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在32年11月 就派杨敬宇去寻找游击队 在这个期间 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吗 首先咱们得说 这磐石游击队 它是以朝鲜族同志为主体的 这么一支游击队 那么因为这个语言上的障碍 在发动群众方面 它就有些弱点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曼洲省委就派杨敬宇去协调这个事 他到了那儿 结果呢他被这个常战 这个常战是什么人呢 是一支山林武装 也抗日 但有的时候也骚扰老百姓 是这么一个武装 他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么一个武装 就给发现了 就把杨敬宇给扣了 你什么人 杨敬宇呢 跟常战说 我是来找磐石游击队的 我找李鸿光 他们的队长叫李鸿光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常战就翻脸了 说你找磐石游击队的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吧 好我先把你绑了 然后我再把你宰了 有不同的抗日武装 由于当时组织不力 纪律松散 虽然都抗日 可在对战役品分配等问题上 却产生了矛盾 互不服气的双方 甚至到了彼此交迫的地步 所以当常战听说 杨敬宇是来找磐石游击队的 火器自然不打一处来 威胁要杀掉杨敬宇 面对威胁 杨敬宇并不慌张 多年的斗争经验 身处复杂环境的杨敬宇 显得格外沉着与冷静 杨敬宇相信 只要把道理讲明白 歌的自然就解开了 于是这个浓眉大眼 体态魁梧的大汉 就这样被绳子捆绑着 和长战等人聊了起来 杨敬宇确实是个拳材 歌唱的好 话说的也好 他是河南雀山人 确实是河南口音 但是他说话的感染力 一般人比不了 他是舍战长战 就被绳子捆着 就跟他讲抗日道理 说这个时候 咱们国家处于 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咱们的民族 尊严都受到了践踏 咱们的国土都被人家占有了 这个时候 咱们中国人还 因为这点事 还互相都过不去吗 我是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 我就是来组织抗日武装的 说您要是深明大义的话 您把我放了 你帮我找到潘石游击队 咱们化干戈为宇波 联织抗日 你要想当汉奸的话 你要想出卖你自己的祖国 你出卖自己的民族 你可以把我杀了 你就一头万年了 把长战说的是热烈银框 那帮山林队被杨敬宇这么一感召 真正奉杨司令 好汉子 我们扶他 就从江湖一起的角度 都扶他 就这样他才找到潘石游击队的 你说后来杨敬宇带着抗连第一军 真正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七千人 但他能够指挥的山林武装一万 确实的讲他这个感召力是不得了的 经过一番周折 杨敬宇终于找到了磐石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刚刚遭受了一次重创 队伍里弥漫着不满的牢骚和失望的情绪 战斗失败的阴影 让游击队员们对上级派来的杨敬宇缺乏信任 面对复杂的局面 杨敬宇并不着急 这个大个子组织召开谈心会 细致的为游击队员们做思想工作 他与战士们谈笑风生 并不断激励着年轻的战士们 同时他一边大刀阔斧地对游击队进行整合 一边为重振游击队的信心而精心部署 杨敬宇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个漂亮的胜仗 让大家重新拾起信心 这个时候正好有三股 应当说就是汉奸武装 临时被日委收买的这么三股山连队 联合对这个潘石游击队发起围攻 怎么打 大伙就看你杨敬宇不是厉害吗 你指挥吧 他指挥的非常翘 怎么翘呢 他首先判断这三伙的心理素质 当时的山林队什么情况呢 有的时候他们和 有的时候他们分 都是各怀心辅士 不是全心全意的团结起来那么抗日 他们说好了联合在什么地点打这个潘石游击队 但是你放心 都想比别的队伍晚来一会儿 也就是你们先打着耗一会儿 晚上我再来 谁也不想当那出头鸟 结果一伙先来了之后呢 杨敬宇就下令先通宣这一伙 当时都设下埋伏 把这伙给打的这个弄头转向之后 后边那两伙再上来的时候再分头出击 我这么说你可能挺简单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其实这里面很有学 学员在哪里呢 一个是这个地形 你得选好 就是说你打伏击站 你得会利用地形 杨敬宇特别会利用地形 他可以用十个人 只要占据有力地形 对付你几百人几千人 他有这个本事 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要求 这么一步阵 说你守这儿 你守这儿 激光枪你下那儿 保证的 敌人你怎么也过不来 他有这个本事 再一个 时间掐得准 就是说这三伙 杨敬宇判断出来 他们不可能同时到 但是相互之间能差多少 这个你都得判断准了 分头出击的战术 收获了一场漂亮的胜战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杨敬宇都以其敏锐勃感的 战斗作风 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带领战士们沉重打击了日卫军 并接连取得了多次胜利 让他很快获得了游击队战士们的一致信赖 他的威信也树立了起来 接着 杨敬宇一边扩大抗日武装 开展整军工作 创立革命根据地 一边对于一些不愿接受共产党领导 但又有抗日情怀的武装 搞好协调工作 很快杨敬宇便为东北抗连后面的抗日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个人魅力 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第一个来讲呢 能打仗很英勇 他文化水平也很高 因为他在开封啊 他是河南人 开封工业学校他上过学 当年那个文化水平算很高的了 能谱曲 能编歌 文化水平也很高 而且对同志和同事之间关系很好 有一件事嘛 他跟那个周围的陆林好汉 嗯 因为那个南满地区也除了这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抗日武装之外 他还有很多这个陆林好汉 嗯 就是他把他们这人请来之后一起吃饭 然后一谈谈怎么抗日 嗯 而且你有困难我在帮助你 所以连周围这个陆林好汉都说杨司令够意思 个个称赞 嗯 1934年2月 16支山林队在杨敬宇的号召下 在一起聚会商讨联合抗日 经过吴济明投票 大家一致推选杨敬宇为抗日联合军总司令 杨敬宇带领大家利用游击战术 不停地洗澡日北武装 两年后 杨敬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在冰天雪地中与敌人周旋 威震风北 有效地牵制了日本关东军 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毛泽东曾撰文称赞 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敬宇 坚决抗日 艰苦奋斗的战绩 是人所共知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高度评价 杨敬宇和东北抗日联军 致电赞与他们为冰天雪地里 余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难 艰苦奋斗之模范 1933年他就到这个 就是基林 就是通化 潘石那带地区 赶快发动当地群众 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游击队 嗯 当时这个番号 还是中国工农红军 第三十二军 后来觉得这个红军这个词 有时候在当时太显眼了 就改成东北人民革命军 后来变成第一军 他就是军长 后来第一路军 呃 在这个东北的南部 坚持奋战 呃 牵制了日韦很大的力量 呃 扰乱了日本这个 所谓这个满猛建设的计划 呃 这还是起到很大的历史作用 1935年 日本关东军调重兵 对杨敬宇的部队进行大讨访 一万多人的日韦军 把一千多人的抗联战士 包围在了今天通化地区以西的河里地 在日军看来 终于有了全间抗联部队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杨敬宇和他的部队 竟然在日军的视线里 突然消失了 神秘失踪了两个月之后 杨敬宇竟神奇地出现在日军的后方 并执逼日北的新藏城市沈阳 可就在关东军回兵讨伐之时 杨敬宇又出其不意地 向另一个兵力空虚的据点 本期发起了进攻 就这样 杨敬宇以一千人的部队 在四个月中转战两千多里 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 造成一波打扫的局面 不禁粉碎了日军的大讨伐 而且闯到了东北游击战争史上 极为辉煌的一夜 这个人的打仗的方法 我给他概括了三十二个字 以临为营 以山为阵 以动至静 以守为公 公无定士 守无定法 是动无定向 静无定所 他是这么一个人 就是他打仗最大的规律是什么呢 是没规律 应该说 日伟当局 在1934年以前 对他们还不太重视 因为他刚才你讲的 他叫做一个匪贼 另外几百人 他觉得都无所谓 派一些警察和治安部队来对付他就行了 但是1936年左右 他就觉得这个事 已经成了原之事 1935年 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了 开始是六个军 后来三七年以后发展到十一个军 但是他每个军的人数不多了 有的才两三千人 有的是一两千人 杨靖宇的部队是最多的七千人吧 所以他这个就感到威胁大了 短短几年时间 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 到1936年全盛的时代 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四万人 其中两万人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两万人左右是统战部队 他们依托当地群众 巧妙的避开日军封王 从日本发挥游击战的灵活性 利用山地和密林不断与敌人终选 并寻找一切战机打击日军 对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兵 为了铲除这一心头隐患 1936年日北当局开始启动一项为期三年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778号作战命令的附件 三年治安肃政计划 所以1936年以后 他所谓这个自然肃政 他采取这个什么办法呢 城市中间建立严密的就是质保制度 检举制度 你就是像连作似的 你发现这个人形式可疑 那马上要检举联作 农村就大病囤了 把这个偏远地区老百姓全赶在一块 忌口受粮 你有多少人来讲 那就是按你多少人的粮食给你 绝不允许多 让防止你给这个东北抗联粮食 然后来讲 在制定的逐步的清剿计划 东北在打游击 它一个非常不利的地方 才有两点 第一个来讲交通太发达 打游击来讲 交通越不发达越好 越利于游击队的行动 但东北交通太发达 一旦发现抗尔联军的话 一个电话过去之后 几个小时之后 讨发队马上到了 再一个来讲 山区人口太少 打游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村子小尔密 东北的村子是大尔西 正相反 正相反 大尔西来讲 就这么几个村子 他给你控制住了 周围山林中 连分散的猎户 分散的小村子 他给你 鬼子都给你赶 赶到这个大村子里 不许你住人了 那就坏了 你想找老百姓 你都很困难 近随三年治安速征计划实施的 还有集团部落 从这张当年日本官农军在空中拍摄的集团部落照片上可以看到 集团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小的城堡 他长二百米 宽二百米 外有土墙 壕沟和铁丝网 四角有炮楼 城内十四行道路把居住的人口分为四个区域共一百户 屯次中央设有警察所和警备队 对于东北老百姓来说 修建集团部落是一个极端残酷的政策 日本官农军强迫他们离开自己世代居住和生活的家园 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深路 可一旦反抗 立即就会遭到日军残酷的镇压和屠杀 一时间日军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 建立起来的集团部落遍布东北全境 对于杨敬宇等抗日将士来说 日军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 标志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斗争时期已经来历 这个日军当局用了这么四招 一个是派重兵 一个是选能将 一个是青四野 再一个就是学狗师 具体一点说 派重兵 大案资料显示在1939年到1940年这个之间 驻守东北的日本官农军70万 这70万基本上 不能说全部 基本上是对付杨敬宇 至于委军呢 还有几十万就没法再统计了 当时他们选择谁来作为绞杀的总指挥呢 一个是日本官农军的少将 叫野副昌德 还有一个是日本的一个高级客户 叫北部帮雄 这野副昌德是总指挥 那个北部帮雄是参谋长 这是他们选的能将 青四野呢就是说 冰大屯啊 这个冰大屯他们一直在搞 但是到了这个40年左右的时候 为了绞杀杨敬宇就搞得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瘆人了 过去冰大屯就是说 还允许老百姓啊 在山上这个溜达溜达 是搞好秋收什么的 到了那个时候都不允许啊 就是说 只要是在山野看到闲人 不管你是不是抗怜 该杀就杀 这样的话让老百姓就不敢出去 割断杨敬宇跟老百姓的联系 这样的话他怕这个 老百姓给杨敬宇提供机啊 追学狗狮狮 狮就是那种寄生虫 狮子 怎么样追狗狮呢 就是狗身上的狮子啊 只要是咬住狗皮之后 他死死咬住不放 所以呢当时这个维满政权 成立了好多的这个搜索队平均队 对他们下来什么命令呢 只要发现杨敬宇 就像狗身上的狮子盯住狗皮一样 你死死的给我咬住 绝对不能放 所以当时杨敬宇真是举目为止 这个可以说是对东北抗连 最致命的打击 后来讲最毒辣的一招就是这一招 确实让你找不到粮食吃 跟老百姓来讲很难脱离关系 说当年是讲起来 打一仗吃一顿饭 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你最后没办法 找不到老百姓 只好供那个集团部落 供那个警察所 供那些日本 当时他也开一些金矿 和其他矿所 那你是多点粮食 那这粮食都拿血换 日威独辣的计划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杨敬宇和他领导的抗日队伍 面临着生死考验 然而令日本关东军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如此严密的封锁下 仍有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 千方百计的为抗连官兵送一送两 可是这种来自百姓的福气 毕竟是有限的 艰难岁月中的杨敬宇和战士们 只能依靠原先藏在秘密营地的储备 来坚持斗争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战斗 几乎每天都有人倒下 面对这一现状 杨敬宇和他的战士们 该何去何从呢 我给他概括两句话 一是走不能走的路 二是打该打的地方 那么打该打的地方都有哪些地方呢 一个是劳领隧道 这个隧道是从吉安到通化的 一条日委的运输线 非常重要 他把这个隧道打下来了 把这个隧道 里面储存的一些军需物资 都缴获了 而且呢 把这个一千多名朝鲜族的劳工 都是日本侵略者抓的 给解放了 再就打了一个日委军的仓库 还有一个发电所 这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军需物资 给封营起来了 据说啊 有资料显示 光这个面粉和大米就八百多大 这对于他这支队伍来说 那简直就是 说雪中送炭都不足以形容 对他的这种如样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才在老岭啊 初步的炸下了 炸下了根基吧 嗯 1939年9月 梅金美智郎被任命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他一到东北 就把杨敬宇列为维满洲国第一心腹大伴 并悬商收买杨敬宇的人头 与此同时 梅金美智郎痛下决心计划调集维满洲国所有能动用的极细化部队 对杨敬宇和东北抗连第一陆军进行一次彻底的大讨伐 加上梅金美智郎 杨敬宇已是与第四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斗智斗勇了 他率部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 并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保存实力 这一次杨敬宇决定转移第一陆军的大部人马 自己则率领警卫里的几百名官兵 运用游击战术吸引和牵制日军主力 使抗连第一陆军大部分人马安全转移 可就在杨敬宇率领战士们继续转移的过程中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据说本来开始在老岭这个作战是节节胜利的 后来说有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他这个原有的作战计划 是什么 杨敬宇他把自己的人马带到老岭之前 还有一艘人马也是杨敬宇的队伍 在原来那个根据地刘首 那个刘首的最高军事长官叫安光荀 这个人有一次突围的时候被日军抓获了 抓获了之后呢 他叛变了 这安光荀就派这胡国臣到医师的师部去做这个策反 结果就把谁给忽悠住了呢 一个叫李向前的一个指导员 这个李向前啊 有一次就去策反谁啊 杨敬宇手下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叫成斌 就策反他 当时成斌市长就跟他商量说咱们投降吧 当时对成斌呢立场还算挺坚定 就跟他翻脸了 成斌在后面给了黑枪 打在他的胳膊上了 没打死 他就跑哪去了呢 他跑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组织叫什么呢 长岛工作班 长岛工作班是日本派驻在东北的一个特务机构 因其负责人叫长岛御次郎而得名 长岛御次郎虽军阶很低 但权力却很大 他领导的长岛工作班以暗杀、刺探、袭击、瓦解、策反为主要手段 虽然人员不多 但却取得了许多日军采取多次重大军事行动都难以得到的战果 给东北抗日组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此次策反成斌失败后 李向前直接逃到了长岛工作班 并向长岛御次郎汇报了情况 得到抗连队伍的行踪后 长岛御次郎如获之王 随即日韦针对抗日联军和杨靖宇的一面大王 也悄悄的张开了 李向前他知道成斌的这个所在地啊 所以日北当局的军队很快就围上来了 就把成斌给围住了 困难了 当时成斌手下有三十个人左右 然后呢 就派人跟成斌交涉 就谈你最好投降 你不投降 你今天肯定没有活路 另外啊 吓唬他 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在我们手里 所以成斌最后还是这个 这个理想信念还是不行 动摇了 最后叛变了 成斌叛变另外还有一个最动大的影响呢 他把密营都破坏了 抗日联军呢 当年对根据的理解很大成分就是密营 在深山老林中间一些秘密的营地 埋藏一些粮食 埋藏一些日用物资 但这些成斌都知道 因为他是跟杨靖宇关系最密切的 所以他这个投奔了长岛工作班之后 他带着这个日伟军警到这个山林里 把各个密营基本上全部都起出来 这就坏了 杨靖宇的转战之后 回来之后密营之后可以补充一些 但是成斌把这些东西都破坏之后 我说成斌的叛变呢 可以说是第一军最严重的自打 杨靖宇独创的密营 曾是抗连战士孤军转战不败的法宝 可是自打成斌叛叛投日后 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七十多个密营 所储存的粮食 布匹枪械药品等救命物资都被破坏殆尽 杨靖宇和战士们宾于淡尽粮绝的境地 而吃饱穿暖的日伟军在叛徒成兵的带领下 对抗日联军则不分白天黑夜的围追堵截 据1940年的气象资料记载 当时最低气温已达零下四十多度 即使晴天也常常是清雪飘扬 夜间宿营时为了避免暴露 战士们还不能燃火取暖 只能以术休憩 而且每次睡眠也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否则不被敌人打死也得被活活冻死 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 行军打战其艰苦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 都是极其罕见的 这天天刚刚快亮的时候 一位战士猛然间发现了不远处敌人的机枪 他们一下子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已经身处敌人的包围圈内 杨靖宇一听快了 正面来了 于是马上把部队撤到这个山头 撤到山头上之后 他再往山下看 那密密麻麻的 全都是这个日伟军的军营帐篷了 当时啊 这个喊话 杨靖宇是听不到了 怎么办呢 日伟派飞机 用撒船单的方式 向那个山头 撒船单 劝向杨靖宇 那传道上的话 咱们奔想也能知道 那就是说这个杨靖军 杨司令 我们这个需要你 只要你投降 是不是 你是当官 你是发财 你是怎么着 都行 虽然你杀了那么多的这个日美人 杀了那么多的这个汉奸什么的 这个我们都既往不救了 而且呢给杨靖一个限定的实现 就是你过了这个实现 你再不答复 再不表态 那我们就是为你拒绝 我们就盖公山 当时到这个程度 当年讲 杨宇都会走到哪 你很快这个 人家就追到哪 那最后之后才有什么办法 那六百多人队伍 干脆化整为零 一个小队来讲一二十个人 用这个化整为零的办法 这个来躲开这个敌人的追 就是追击了 化整为零但是也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很多部队就失去指挥了 因为他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他有这个斗争的意志 所以说这个大多数这个部队还都是战斗到最后 也有一部分撤到这个北满去 因为他已经持续联络了 杨靖宇跟那个自己所属的部队也持续联络了 他最后带着这个小分队 应该说就陷入了绝境 越大越少 到了一九四零年的一月份 就在蒙江县的地方 他最后陷入敌人的包围 陷入绝境 现在就在这个状态下 到了一九四零年二月十八日 在杨靖宇的身边 只剩下了四名警卫战士 由于日寇的严密封锁 他们已经断粮多日 杨靖宇派其中的两名战士 到附近的村子里 看能不能去找点吃的 但是在途中 两人却遭遇了日寇的呼击 壮烈牺牲了 日寇根据牺牲队员身上 遗留的杨靖宇的印鉴判断 杨靖宇应该就在附近 于是调集重兵 封锁了蒙江县所有的交通要道 仅六百人的围剿部队 悄悄地向杨靖宇所在位置包围过来 眼见着情况越来越危急 杨靖宇让最后的两名战士 寻找机会逃出去 无神异人的杨靖宇 则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他吸引住敌人的视线 并顽强地与他们继续周旋于山林之间 所以后来日本人不能理解吗 困在山上好几天 因为日本人上山 他那个所谓成民挺进队 也冻伤了一大半 所以最后他也撤下来了 他老跟着他也冻得受不了 撤下怎么办呢 在山下张网以待 而且跟当地这个村子都已经交代了 村子的村长还有叫牌长 他那个牌就是那个打牌那个牌 日委那个牌长就是那一甲长 都交代了吗 谁能报告大大有赏 谁要是窝藏不报 那你就杀头子罪了 结果杨靖宇那没办法了 他那天下来了嘛 下来之后呢 他找到这个四个上山打财的老百姓 其中有一个就是牌长 就是这个围满那个定的牌长 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就是小组长 一看他身高一米九的个儿 腰上别着枪 一算的就是杨靖宇 因为他已经通知了 他就见着他们四个人 问你们身上有吃了没有 嗯 四个人说来讲我都没带 就这四个人打财 最好有没有都没带干粮 都没吃了 杨靖宇也给他们钱 哎 你说你给我买点吃的再买双胶鞋来 他脚上的鞋也坏了 嗯 买点吃再买双胶鞋 那个牌长啊 当时还挺坏的 当时还劝投降 嗯 说你投降啊 现在不杀你了 还会给给你锅做 杨靖宇讲我是中国人 嗯 宁死不去 我不能投降这个为满 双方在交谈中并无敌意 杨靖宇给这位牌长一些钱 托他买些吃的和鞋 他们约好了再见面的地点之后 牌长和打柴的几人返回到了村里 1940年2月22日晚 一轮圆月高挂天空 这天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五 已经连续好几片厉米未经的杨靖宇 古神一人来到了山脚下的这个小窝棚里 清冷的月光穿过四面冷风的地窝棚照在他的身上 杨靖宇躺在冰冷的坑里奄奄一息 没有粮食 他只能撤出棉花 就着雪一口一口吞下去 杨靖宇没有想到 收了他钱的那位牌长 非但没有帮他买食品和鞋 还将发现他的消息报告给了日军 得到杨靖宇就在附近的消息 日本警卫队长喜出望外 他立即激动了一大批人 乘卡车直奔那个预定的街头地点 杨靖宇还是有警惕性的 结果一看来就不是老百姓 来两辆卡车 杨靖宇开始跑了 按日本人记载 跑起来两只手摆动 还很快 非常矫健的这么奔跑 这些人就向天空开枪 然后就追 杨靖宇毕竟是长时间没吃饭 那不可能跑得很快 这些人慢慢就追上他了 但是根据日本原来一个指示 要抓住他 为日本当局效劳 说这些人开始是往天上开枪 想活捉 想活捉 然后行了一个扇面 把他围上去了 杨靖宇的枪法很准 结果连连开火 一共是打倒了五个 一死四伤 当场是一死四伤 结果后来警卫队长一看 根本接近不了他了 接近的就叫他一枪放倒了 这个时候下令干掉他 命令机枪手干掉他 机枪手点射 一下子就把他打倒了 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 杨靖宇身中树弹倒在血泊中 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 日本指挥官暗谷龙一郎残忍的下令 将杨靖宇的头割下 并拍摄了数张图片 散布于抗连战斗过的地方 及一些居民区 对抗日军民进行赤裸裸的恐吓 此外日军对一件事一直感到疑惑 那就是这个让日本关东军头疼了多年的传奇人物 五六天没进一粒粮食 一直得不到补给 他到底是靠什么支持了这么久 随后残忍的日北军抛开了杨靖宇的腹部 暗谷龙一郎要看看杨靖宇肚子里究竟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日北的这个大案显示 当时暗谷龙一郎得知杨靖宇就靠吃这个棉絮和草根活了这么长时间 跟这个日北当局周旋了这么长时间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 当时的暗谷龙一郎是整整一天 没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一直阴沉着脸 那天他连饭也没吃 就特别的这个受震撼 在这份震撼中 这个作孽多端的日军将领更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 一个为了自由尊严和解放 命运付出生命的民族终究是无法战胜的 杨靖宇用刺激战斗到人生最后一刻 命死不详的事实 证明了他无比赤诚的爱国情怀和坚不可摧的崇高信仰 这就是一个抗日降令最后的人生选择 令我们后辈永远为之敬仰 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 1946年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1958年2月23日是杨靖宇将军训国18周年 在通化市靖宇陵园召开了隆重的功绩安葬大会 党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日常党 也专门送来了花圈 这是对英雄的追念 更是对一段传奇历史的致敬 2014年4月3日 春世达祸